如果真的是這樣子 長期下來又是慢性的話 跟所謂過敏性的鼻炎 這名詞不一樣 但實際上有差異嗎 其實它算是兩種情況 像過敏 鼻過敏 它其實的名稱叫做過敏性的鼻炎 那慢性鼻炎也有鼻炎 那是哪裡不一樣呢 其實一個有發炎症狀 一個沒有 只是一個 就是剛剛王醫師講 胡椒你會過敏 書打開很多灰塵 你會揉眼睛 這是身體正常的現象 所以反而是 不一樣 我有整理一個表格 給大家比較清楚好了 來 像這個過敏性的鼻炎 就是它是過敏的 所以那鼻涕就是輕輕的 一直流不停 一直流不停 有營養的 有營養 有營養的 對 鼻水到底有沒有營養 但裡面那個不是營養 是細菌的營養 細菌 是細菌的營養 蛋白質 它其實是一些分泌物 蛋白質 它其實是有養分 可是它不是人體可以試用的 那它就是只有鼻水 不會有其他的症狀 那常常就是一直打噴嚏 而且它有一個時間性 通常比方說 早上起床 或是晚上睡前 或正要讀書的時候 跟情緒壓力有關 所以它不一定什麼時候會發作 而且時間很長 有時候幾個禮拜 有時候好幾個月 一直都這樣子 這是很典型鼻子過敏的現象 但是如果到鼻炎的時候 這個鼻涕會很明顯的 比較濃 比較白 甚至有一點綠色 對 所以就像感冒的那一種 比較像感冒 發炎的反應 對 有發炎反應 所以它可能會有發燒 它可能會有一點覺得 身體熱熱的感覺 會覺得不太舒服了 頭暈 燥熱 然後打噴嚏反而比較少 然後也比較不會癢 它就是濃濃的鼻涕 自己一直流出來 然後覺得熱熱的 然後通常這個時候 一整天都是塞住的 這個比較像是發炎的症狀 那醫師我想問一下 有時候我們醒鼻涕的時候 就醒一醒 然後卡在要出來跟不出來之間 你是可以把它捲出來的那一種 那那個就是 什麼捲啊 什麼捲 你們要炸下面吧 不是 真的 你那個龍虛糖 就很像是金珍菇的感覺 我還算是看到 龍虛糖嗎 有什麼可能 會有這種經驗啊 就是有時候你醒的時候 醒不出來 它斷不掉 它就卡在那裡 那像那一種是哪一種 請問你怎麼捲的 我就是 它很想拉出來 然後就出來 會甚至已經用完 甚至會把它有點... 筷子給它夾出來 很像勾芡 有沒有 吃辣豆的感覺 很黏稠啦 吃辣豆黏卷的感覺 就是有時候 那像那個算是 比較黏稠的那一種 有時候發炎 就是發炎 很黏彈的 兩色比較濃稠啦 然後藍色 它基本會偏黃色 對 它有點黃色 它其實就是兩多 而且是卡在鼻腔的後臂 對 所以它發炎在裡面的 所以這種是慢性的發炎 對 兩個劑 好 但是如果回到的 鼻過敏這件事情 因為為什麼像人口數 越來越多 它這不是沒有找方法啊 對不對 有的人看醫生 有的人說怎麼樣怎麼樣去處理 可好像人口數一直不減 還反而增加 是不是代表沒救啦 應該說不是沒救啦 一般來說基本上 其實鼻子過敏這件事情 其實每個人都很有經驗 可是問題是 它醫生告訴你 不管是看西醫 看中醫 都告訴病人很多事情 可是病人都說做不到 舉個例子 不管中醫 西醫都告訴大家 家裡有過敏額的話 尤其鼻子過敏 不要養有毛的小動物 現在毛小孩特別多 對 這款不要吃冰的 不要吃炸的上火的 不要吃冰很難 然後甚至 我們常講 對 我們常說去年冬天到現在 最大賣是冬天賣什麼 賣冰淇淋 對 夏天吃冰淇淋已經不太對了 連冬天吃冰淇淋之後 你知道 邊吃就邊 對 對 那其實這一段 不行 要好的要好的 所以基本上 其實這個鼻過敏有救 可是重點是 病人願不願意配合 那這款病人 當你變成那種慢性的鼻子的問題 你願不願長期服藥 然後再加上 配合中西去處理的話 可以控制得很好 那我想問一下 如果我已經配合了 然後它有調回來一點 那如果這些事又不做 又會再回到原點嗎 一定會回到原點 因為像最近 加強打掃 然後吃什麼乳酸菌 避免吃冰的 然後空氣清淨機 對 什麼都做了 我覺得我兒子有改善 是的 但是我很怕說 突然鬆懈下來 是不是又會回到原點 鬆懈下來的話 大概看了你鬆懈多久 我們常說 這種鼻子過敏 如果你用什麼運動椅子來控制的話 大概你做一年的話 不大會好兩年 那還好一年 但是重點是 你可能玩了之後 又開始吃冰的 又開始吃炸的 空氣力去 濾網又不做 又不換 然後這些東西的話 你可能會再恢復 所以基本上 長期這是屬於長期的 長期抗戰 一直做的話是可以做的 我那時候非常嚴重的時候 有人跟我說 唯一的方法就是 搬到美國 他就是美國師 我以為人家都要搬到美國 他搬到美國 為了一個鼻子搬到美國 身體不熟 要靠誰 你別搬到美國 因為曾經我們曾經到東南亞 某個海島去度假的時候 真的假的 就是東南亞的 因為台灣太濕 不要受比較濕一點點 所以那時候 有一個人教我一個方法 他說非常有效 他自己有效 他說就是用那個蔥 你蔥白 蔥然後撕開 外面那層膜撕開 黏黏的 不是很甜黏的 他說用那個 塗鼻腔的內膜 就直接塞進去嗎 他就是用 這樣塞進去嗎 然後就塗鼻腔內膜 然後就塗鼻腔內膜 真的假的 他說他好了 彭醫師有這種出來黏膜 彭醫師有相識 我真的臉床上有碰到 真的滿慘的 後來本來只是過敏 後來那黏膜受損 還去 用那世界 你看整個黏膜都很多破洞 然後還去做非常地修 因為黏膜非常非常地難修復 結果他後來還常常 經常地反覆流鼻血 所以蔥的黏膜 它是這麼刺激的 很刺激的 這個黏膜 冷空氣 情緒 或是什麼東西的刺激 胡椒 就會讓它一直打噴嚏 你用這麼黏 這麼刺激的蔥 就刺激它 你覺得會怎麼樣 它就整個淨卵 然後就一直鼻涕 對 都一直出來 對 都一直出來 那如果不要用蔥的黏膜 這麼刺激 用山藥 有啊 沒有啦 我用那個鹽水洗鼻子 我覺得我兒子有改善了 對啊 所以沖鼻子 鹽水還OK一點 因為鹽水你可能用開水 然後鹽就可以消毒 對 這還比較OK 我還聽過茶葉水或什麼 可是真的就指於鹽水 不要再什麼茶葉水 什麼花草茶或什麼 真的都不要再額外的 再添加什麼東西 那個所謂洗鼻器 我一般我們所謂有洗鼻器 然後配合那個洗鼻鹽的話 基本上就可以把裡面的 髒空氣給沖出來 它是治標不治本 它是把一些附著黏液去除 減少它的刺激 但是它如果裡面 還是會產生的話 這個治本還是要治這樣子 那如果說到飲食跟運動 那飲食的話 我們要吃什麼就可以扛過敏呢 其實現在太多的東西 就像第一個就是精緻糖 它很容易一起過敏 那其實奶 豆 蛋 很多人也是很容易過敏的 這幾乎都全包了 對 然後酒精 這個是最容易的 對 那還好 你都最愛好 那當然巧克力也是會 像我兒子 他如果吃到巧克力 他就比較容易開球 為什麼 因為我們這樣規定是 國中以上才能吃巧克力 因為巧克力是含有咖啡因的 其實這些東西 就像王醫師跟彭醫師 他們剛剛講的 你不要吃冰的 不要吃太甜 像雙麒麟很多人吃的都會 一直打噴嚏 其實它是高油高糖 那你不要接觸這種高油高糖 多吃新鮮的蔬果 其實就會改善 可是譚醫師 你會不會覺得 比方說 我曾經聽過另外一個說法 就是他們說 如果你體質過敏 不要養毛小孩 然後他的說法是說 又有另外一個醫師講說 如果你從小讓你的小朋友 接觸兩種以上的動物 他就天生會有免疫力 對 我們家小朋友也是這樣 對 就像我很愛喝冰水 所以喝冰水之後不會打噴嚏 我有個朋友他一直喝溫水 有一次給他喝冰水他生病 對啊 辣椒加辣椒的原因 就是這樣 所以你覺得是不是人贏的 有可能 我們家小朋友也是 從小是在 有長毛蠟犬的地方長大的 所以他爬的地方 都是有狗蠟的 但其他的小朋友 家裡面很乾淨的小朋友 來我們家 回去之後就喘 他就是會喘 是不是 那你們家的小孩 現在應該都沒人來了吧 不是 你們家的小孩 早就已經阻塞到不能呼吸了 他都OK 睡覺都OK 都不會打呼 或者是呼吸打聲 給大家一個比較新的觀念 最新的觀念是說 如果小朋友在五歲之前的話